我們在開始要玩弄裡面做教材這一塊 我會建議您先用這個擴充工具 那它的擴充工具已經提供我們主要的瀏覽器都有了 不要問我阿一有沒有 因為真的沒有 因為阿一微軟一直到Edge 就是我們現在最起碼Winsh這個Edge 它才開放有擴充工具 但是目前有的也很少 所以就不要理它了 反正這個Chrome大家很常用火狐對不對 Suffery就是如果你是Mac的也可以用 那我們這邊如果您用的就是Google Chrome 請你按一下 好 您就按加入就好 不過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您剛剛在用的時候是用那個所謂的無痕模式的話 工具又不能用 所以你要用一般的使用者的那個模式 好 OK 那我就 好掉了再一次 這裡按一下 您就是在這邊把它加入一下 加入好了之後呢 在右上角那裡會多一個one note的工具跑出來 這樣就成功了 有沒有 就出現在這邊 好 那等一下呢 我先讓大家先加入一下 然後我們一起來試看看 你會發現原來做教材好容易 對 尤其是您來自網路上的教材很快很快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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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